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要超标 气候变迁对地球带来的影响恐将更加剧烈 戈拜尼机构表示 2023年的每一天 全球平均气温都比工业化前时期的同一日期 高出至少一度 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现在科学家更关心的是 突破1.5度以后呢 超过这个门槛 地球上的许多生态系统将难以适应 夏季的炎热在某些地区 将接近人类的生存极限 根据CNN报导2023年全球均温达摄氏14.98度 比2016年的记录14.81度高出0.17度 去年暖化速度出现惊人增幅 人类减排替地球降温需要加紧脚步 大爱新闻 武贵甄编译